台大自然界,台湾有一个自然的美景圣地,那就是蓝宇 当然蓝宇近年观光很多,而政府也编列了不少经费 包括当地的台电也有回馈基金来加速离岛建设 不过这笔钱不知道是钱编的太多,还是预算编列腐烂的空间秀 当地很多的离岛建设却成为一个水泥丛林的怪物 我们记者最近到了蓝宇,看到很多建设虽然利益甚好 但执行起来却造成了美景,反而在现代文明的脚步上遭到了蹂躏跟破坏 绿的树,蓝的海,这该是蓝宇的样子,不是吗? 但这,这,这,却是难以想象的蓝宇 还有划了一跤,是花了八百万这座通往蓝宇岛上天然火山天池的天梯 盖了一半,然后荒废了 那我们去踩这块地的时候,你不会有,你会有安全感 那你踩在一个好像被架在上面的一个步道的话,你会没有那种安全感 就像这样,对,就像这样子 所以,虽然说走起来也蛮好走的,但就是那个感觉,登山的感觉就没有了 盖天梯的时候,拉了条钢索,运建材到山顶 天梯不盖了,山壁上被挖土机挖了个凹洞,却怎么也补不回来 环岛公路花了四千多万,白花花的水滴边坡高两公尺 连续壁的模板痕迹留在上面,毫不休逝 粗糙的做工,把蓝宇的天然美破坏殆尽 路成了万里长城,这就算了 防坡堤的高的跟监狱墙壁没两样 这座把海给挡住了廊岛海港,花了五千多万 蓝宇的居民意见两极,就像蓝宇相公所一意孤行要盖下去 但八点五公尺高的海港,终究也难逃停工了命运 而这座丑壁了的水泥港,未来要不就是全部打掉 要不就是把高度砍一半 你能想象达物族人穿着钉字裤,划着传统拼板舟 在水泥港中出入的图物画面吗 真的很难笑得出来 当夕阳西下把水泥场的倒影拉得更高更长 上议员的离岛建设基金成了离岛破坏基金 失去了原香原味的蓝宇 以后凭什么吸引观光客 走遍了全岛,没有人打得出来 TVCV,谢谢萧子欣,蓝宇采访报道